智能装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力推进器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 这些年我国农业机械与人工智能的充分结合 让现代农业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 那我现在是在第三十届农高会的 未来农业智能装备专题展的展区 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高境界 那现在无人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 那它可以让农业生产更加的事半功倍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吉木智能直保无人机的展区 看看这里的无人机产品都有哪些特色的亮点 首先呢那个非常感谢各位零零我们展 我们是苏州吉木 这款无人机的话是完全由我们苏州吉木自研资产自销的一款产品 那这款产品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有两个双 两个双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双目视觉 那中国的农田环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大多部分我们的农业耕运地 都是在我们这个这个丘陵山地 或者存在高差起伏比较大的这些场地 那我们的双目视觉结合我们的 背地传感器模块 是可以达到让我们去那个地方 能够全适应场景 无论是我们的平原 坡地以及丘陵山地 包括果园等高低起伏有高差的地方 我们先要去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双风迷雾喷头 我们的双风迷雾喷头有什么优点呢 在行业里面一直有一个痛点 包括各位农民一直在问的一个痛点 你们打果树能不能打到叶子的背面 那今天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我们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效果 对 这就是由我们双风迷雾喷头 对 所喷洒的农药 是有荧光剂的这个效果 我们完全可以打到内藏 打到内藏 包括刚才问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能不能打到叶子的背面 这是整个最底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叶子的 这是叶背 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 对 这是叶背 对对对靠内部包括整个内藏 你看里面的枝上面都有 对 一般一般作物都是跟进叶果发 这几个位置需要观察 我们完全可以打到叶子的背面 包括内藏 所以这就极大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喷洒效果 我们的喷洒效果就不良好的 那也非常符合我们产品所设计的理念 设计的理念 就是一切以效果为主 与用户为导向 结合用户的需求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展会上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 也非常感谢各界人士的支持 那目前我们的已经在咱们杨林圣诞区 有我们集目的一个办事处 负责整个西北的这个运营 也非常欢迎各界人士的这个力量和指导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